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 今天要说的这个电影《单刀植物》 就是讲一群印度人在吉隆坡的故事 春辉是一名因工作办来的医生 带着怀孕五个多月的老婆一起 这天晚上在值班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从病房鬼鬼祟祟的出去了 他尾随未果返回来后 发现一个病人用的管子被破坏了 春辉临时找了个工具代替 顺利的拯救了病人 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惹上了麻烦 第二天回到家 正在和老婆说话的时候 家里闯入了陌生人将他打倒 之后带走了他的老婆 春辉醒来后接到一个电话 告诉他如果想救妻子 就想办法把昨晚他救的那个病人 带出医院来交换 春辉回到医院 找了借口说要把病人带出去做检查 于是打算推着病人一路从电梯下去 不巧电梯里碰到一个保安 他去的楼层让保安产生了疑惑 春辉只好用除颤衣激晕了保安 当他正在绑保安的双手时 病人醒了 一个大胡子大叔试图坐起来 春辉赶紧过去扶住他 却被大叔突然转身制服 幸好春辉拿了保安的枪 威胁大叔放开了他 然后跟大叔讲自己是为了救老婆 才把他弄出来的 大叔穿好衣服跟他一起溜出了医院 同事叫他也叫不住 而刚那个保安醒过来后 设法通知了警方 这边警方刚刚对那个大叔做案调查 原来这个大叔就是大名鼎鼎的豪哥 黑白两道通吃的开索专家 这次因涉及一桩谋杀案被追捕 结果在逃跑的时候出了车祸才被警察抓到 谁知刚送到医院没几天就在春辉的协助下逃跑了 副局长翔哥出现了 他跟负责此案的女警官说 这个案件性质恶劣 叫他不用管了 自己会带刑事组的人全部跟进 但女警官拒绝了 他说自己早已经快结案了 然后手下又被豪哥打伤 所以他一定要追查 说完就走了 另一边春辉和豪哥刚到约定地点 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带着妻子过来 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有两个陌生人跟踪他们过来 那个人又立刻带着妻子离去 豪哥也赶紧拉着春辉撤离 他们刚开车离开 那两个人就追过来了 豪哥带着春辉回到了自己家 而春辉妻子也被带回了藏匿店 突然这个人发现了什么出去查看 春辉妻子听见一阵打斗声 接着又进来三个陌生人 之前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春辉趁豪哥洗澡的时候偷偷打电话 把位置告诉了之前在医院认识的女警官 而豪哥洗澡的时候也从墙里面拿出了一把枪 趁机制服了春辉 并把他绑在椅子上 但祥哥已经带着人在他整理装备的时候 悄悄潜入了 两个人刚被祥哥及手下控制住 女警官也赶到了 春辉认出了刚刚跟踪他们的人 女警官这要问怎么回事 突然被祥哥一枪击倒在地 祥哥带着人走了 留下两个手下收拾残局 其中一个手下发现了豪哥的现金和美酒 享受一番后不小心弄洒了一地 豪哥利用起火的时机突然行动 制服了两个警察 在他的折磨下 这个人交代了祥哥的秘密 当地一个集团老总的儿子 为了继承家产 雇了祥哥及手下 帮他杀了父亲 并且给豪哥下了一个套 通过中间人找到豪哥来老总办公室 盗取保险箱里的资料 豪哥到了办公室以后 发现老总已经被杀了 突然祥哥的人持枪出现 豪哥不得不跳窗而逃 最后被当作刺杀老总的嫌疑人追捕 结果途中出了车祸 豪哥就被送到了医院 再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女警官的手下也赶到了 当豪哥和春辉分别以各自的方式 算是顺利的逃跑了 春辉的妻子被祥哥的人抓到了警局 春辉得知后 跟着豪哥一起悄悄潜入了警局 春辉的目标是解救妻子 而豪哥的目标是找到祥哥的罪证 他们趁着当日的骚乱混在人群中 豪哥找到了祥哥的办公室 并开始破解保险箱 春辉的妻子被祥哥的女手下带进女厕所 他们打算趁机杀了春辉 再制造一起妻子跳楼自杀的事件 女子本柔 为母则刚 他和女警察在拼尽全力的缠斗 女警察竟然一时拿他没办法 正在施暴时 春辉终于找到了他们 夫妻两人合力打倒了女警 而豪哥和赶回办公室的祥哥也是一番大战 祥哥被成功制服 豪哥下楼离去时遇到被抓住的重灰 悄悄把一个绑着U盘的电话塞进了他的口袋 这个U盘里就是祥哥杀人的监控画面 当警方看到这个录像时 祥哥进了办公室 只能束手就勤 而大叔豪哥潇洒离去 深藏公宇名 七年后 祥哥由于表现好被批准了下世 当他正在享受自由的空气时 此神出现了